若印表機和電腦或裝置間經常斷線, 請為 HP 網路印表機建立手動連線。 首先,您必須從印表機列印一份網路組態報告或無線測試報告。 大部分的印表機都可以列印網路組態報告或無線測試報告。 使用報告功能表下方的控制台即可。 在連線製印表機鎖除網路的電腦或裝置上, 開啟網頁瀏覽器。 從列印出的報告中,找到印表機的 IP 位置, 或標示為內牽式 Web 伺服器 URL 的資料內容。 在開啟的網頁瀏覽器中, 輸入 IP 位置或 URL。 若出現空白網頁,請換用不同的網頁瀏覽器。 從內牽式 Web 伺服器, 開啟網路或網路設備標籤。 按一下左邊窗格中,符合您目前網路類型, 有線或無線網路的章節或頁面。 在展開的網路類型中, 按一下您的 IP 組態。 按一下手動設定 IP 位置。 按一下建議手動設定 IP 位置, 便可自動填入 IP 資訊。 若沒有看到建議手動設定 IP 位置的按鈕, 您必須手動輸入網路組態報告或無線測試報告上列出的 IP 位置, 指網路遮罩與預設閘道。 按一下套用來設定手動設定 IP 位置。 按一下套用後,內牽式 Web 伺服器可能會斷線。 從印表機列印新的網路組態報告或無線測試報告, 來取得已更新的 IP 位置或 URL。 您可以在 hp.com 斜線 Support Videos 和我們的 YouTube 頻道 youtube.com 斜線 HPSupport Taiwan 上找到其他有效視訊。